那接下来我们去继续往下讲 讲7部分的最后一个小节了 SSH 那么这个SSH呢大家并不陌生啊 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方式啊 我们Tionet是不安全的 SSH是安全的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要求 要求呢是在R1上面的VTY1下面 只允许使用SSH方式进行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华为SSH 另外呢也要求我们在R1上 要做SSH的一个不兼容处理 那么不兼容2.0以下的版本 并且密要需要20小时更换一次 好 那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配置啊 非常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R1怎么去配啊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在R1上面 要在3A这个模块里面 配置一个local user 叫做华为SSH 然后password 这个叫做 我们SIFER 只能用这个啊 没有simple 只能SIFER SIFER的话是华为SSH 然后local user 华为SSH so type类型呢 就是SSH 好 那么敲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在user interface v7y1下面 去配置一个auth division的一个mode 好 大家注意一下 后边有password和AA 那么如果是AA的话 它会调用你AA里面的用户名 所以那是AA 另外呢是我们要错一个portacle的inbound 只能用SSH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R1这个基础配置就配完了 对吧 好 接下来是SSH不兼容2.0以下的一个 这个版本 那这个呢是通过我们 Undo SSH server 好 这个命令 enable 把它给关掉 那么看一下这个的意思啊 好 那这里头呢有一个 这个产品手册里面有一个这个命令 看 这个命令呢是用来设置SSH服务器 这是密钥更新实践啊 这个 看错了啊 这个 那这个命令呢是用来设置SSH服务器兼容 SSH这个版本1.5的客户端 好 但是现在呢它说不能兼容2.0以下的 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弄掉 弄掉的话是就不兼容了 对吧 那缺省情况下呢 是能是缺省情况下是使能的 并且是兼容这个客户端 这个命令 好 另外的一个需求呢 我们看 它要求这个密钥需要20小时更换一次 那这里边有一个命令 就是 Uiki Interval 那这个命令呢设置SSH服务器 所以密钥更新周期 缺省情况下是0小时 啊 缺省情况下是0小时 好 所以呢我们要去做一个修改 是吧 好 是在这个 R1上面 是吧 是SSH 然后是Server Server Uiki Interval 我们看是小时 那么这个是20小时 对啊 20小时 好 那么这个配完以后呢 另外的一个东西呢 也需要我们去使能一下 就是S-Telnet Server Enable 好 Enabl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干嘛使的啊 这个干嘛使的啊 这个是建议大家去配上的啊 我们这有个PDF文档 你看这里面有啊 那么设备支持S-Telnet的客户端服务器 以及S-FTP 就配置完毕了 那我们看一下1上面的一个配置 那首先呢你是这个AA里面呢 你配置的一个用户名 是local-ssh-password-sfer 然后服务类型是ssh 那么配完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 user-interface-vty指示1上面 要配置它的一个模式是 然后protocol-inbound-ssh 那么做完这个配置以后呢 以后呢你下面要去把这个 密钥20小时更改一次 display-current-interface-ssh server-vkey 重新生成k的一个inter5是20小时 同时呢我们不要让它兼容2.0以下的版本 对吧 最后是把这个s-telnet的功能给打开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7.3部分就讲完了 对吧 好那么测试呢这个我们在路由器上面测试 测试不出来的 如果有个pc的话是可以测试的 你看路由器它ssh 就没有这个命令 是吧 你可以通过telnet10.1.1.1 后面呢是r2 相测 但是呢它只是显示一个信息 你实际呢也是登不上去的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情况就ok了 好那这是7.3部分 好那这是7.3部分